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因如何才能不受他人欺骗 他底下说 为不再受人欺骗 惩罚毒事 若受欺骗 则夺地狱 请问这样诅咒会让自己下地狱吗 你提出问题 想必是你常常受人家欺骗 你才会有这么深的感触 你有没有想到 这个欺骗我的人 他为什么不欺骗别人呢 如果他不欺骗别人 单单欺骗我 这里头一定是别有因果 这个因果可能是我过去欺骗他 今天他来骗我 如果把这个道理想通了 他欺骗我 让他欺骗就好了 这才能化解问题 我早年在台湾 认识一个老法司 道安老法司 很早就过世了 这个老法司 常常有信徒欺骗他 骗他钱 欺骗他的人 以为老和尚慈悲 好骗 他不知道 没想到老和尚 清清楚楚 一点都不迷惑 我有一次就看老和尚 毕竟门老和尚告诉我 刚才有个某局势 到我这来了 才走 你看到没有 我说我看到了 我进寺庙大门 他出去 我们都认识 他今天又来骗我 我怎么样 给他没有 给他 这老和尚了不起啊 总有一天骗多了 到后来才知道 老和尚每一次都知道 那就良心发现了 他就回头生安了 你看老和尚用这种方法来度他 帮助他回头 不要以为老和尚不知道 老和尚真有智慧 所以佛萨 要常常怀着一个 帮助众生回头的念头 那你吃一点小亏 上一点当 你能够最后帮助他回头 是好事情 你渡了一个人 救了一个人 不要发誓 独咒 说堕地狱 这个念头不好 别人